2020年6月,中国最后一颗北斗组网卫星在西张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标志着北斗导航系统即将完成全球组网部署,未来将为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精确、性能更优、功能更强的服务。 作为北斗导航任务的单机产品研制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10所20年里为其提供了如中物理部分,新载二次电源,炷香起屏,以及给卫星穿上高科技太空衣四大神器。 航天五院510所研究员翟浩接受中心社记者电话专访时表示,时间是导航卫星定位精度的一个关键参量,如果如原子中能够提供的时间精度越高, 那么导航卫星的定位精度也就越高。 北斗导航卫星上搭载的如原子中物理部分出自510所,它是如原子中的心脏,其作用是为整个导航定位系统提供精准的时间。 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引以为好,还是我们的原子中的技术,因为我们在大概15年左右的时间内, 完成了一个从跟跑到并跑的这样一个目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北斗导航卫星的原子中的技术指标, 跟美国GPS的指标是能够比肩的,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最引以为自豪的, 也是我们510所在北斗工程里面做的贡献最大的地方。 从2004年到如今,航天武院510所见证了北斗导航卫星如原子中物理部分的出生与成长, 创造了属于中国的精度,通过一系列优化,目前如中物理部分配合整机的天文定度指标均进入了115量级, 确保了产品的一致性,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 在整个北斗导航任务中,作为国内宇航二次电源的主要城市单位, 航天武院510所共安装了900余块电源产品, 他们将新上一次太阳能或电池的电能进行转换, 并通过新上线栏网输送到各种电子设备, 形成其所需电压电流的功率变化模块, 是卫星能源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20台新上设备持续提供能源保障。 就是北斗三号上面做的这些二次电源吧, 就是它把那个就相当于那个太阳能电池, 它产生的这些一次一个电能, 然后转变成它后边那个载荷需求的那个不同电压 和不同种类的这个不同电压和不同功率的这个电源吧, 然后它能够正常的一个工作, 它达到一个高可靠, 因为北斗的这个卫星上面嘛, 它一上去它就是那个有真空, 有低温, 有高温, 有浮照, 所以我们要在满足就是抵抗这些外力不良的这种环境的情况下, 我们还要正常工作十几年。 航电五院510所目前已经形成两大类三种系列, 三百多种规格的二次电源产品, 以及多种特殊电子设备所需的特种二次电源产品, 它们将让卫星电子设备完成在太空中的各项表演, 油箱和气源是整个卫星的动力保障生命线。 多年来, 航电五院510所持续为北斗任务动力系统配套了31台巨型燃料主箱 和11台太空高压起屏, 主要用于注存推进器和增压气体的这两类关键单机产品, 是卫星资轨控推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 航电五院510所还承担着中国北斗研制任务中 新用活动零部件和热供产品的研制生产工作, 基于航电表面工程核心技术, 解决了研制任务中空间润滑、热孔、 天然镀膜防护等技术领域的重大关键性问题, 为北斗型号各卫星打造了防护衣、润滑衣、 隐身衣、三件高科技太空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